這個又是超瓷屬褲 然後這個是Lava 其實應該是榮漿啦 好像寫著榮岩 我就懶得改了 那這個屬褲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橘色黑色 身上是橘色黑色 看起來像岩漿的樣子 這盒裡面原本只有四支 那現在是有生小寶寶 因為他生出來的小朋友不一定是Lava 所以其實要等小隻的顯色才知道他生出來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也是有做乾絲分離 然後你看土的顏色其實蠻明顯的 這一盒因為放比較久了 所以 這邊的土其實看起來就是比較乾燥的顏色 那這邊的土 顏色比較深 所以這邊是比較濕潤的 那他們自己會挑選他們想要待在什麼地方 所以 這一盒的乾絲就比較明顯 那因為上次剛剛的那一盒 是比較新的 那土的水分 在倒進來的時候 那土就有一點點濕度 所以整個看起來好像濕度都差不多 這邊有一隻 算是 比較大的 然後他的顏色比較深 他如果近看的話 他身上會有一些些的顆粒 所以他才會叫做超磁 這隻呢他是待在比較乾燥的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比較濕潤的地方有沒有 這裡面有一隻 然後 還有一個小朋友 有沒有跑掉了 那我們就看大朋友吧 有在這裡 兩隻 三隻 這邊 還藏著 大朋友跑掉了 這一隻就是比較橘的 我覺得 非常好看的樣子 這如果打個光 然後幫他拍個 美美的鏡拍的話 是非常漂亮 所以其實 你看剛剛這邊 有一隻 這邊也有一隻 所以其實他們是 會自己調節他們 現在是否需要水分 然後是否需要 待在比較濕潤或乾燥的地方 那小朋友的話 剛剛有說過 因為他們比較 他們的耐乾的程度 耐汗的程度 比較沒有像層體那麼強 所以他們 比較常出現 我幾乎都看到他們是出現在 這一塊區域比較多 這塊就真的比較少 我記得這裡面 有 四隻 大隻的 這隻也是比較黑的 那P屬的屬服就是 他們沒辦法捲起來 然後他們的處去非常的長 很特別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P屬的屬服 但是後來 莫名其妙 就被他們的樣子給吸引住 那他們其實比較 呃 對於 動物性蛋白 比較需求比較高 所以我都 會為一些 貼動物性蛋白的飼料給他們 那這個 這盒裡面 大隻的成體 也只有四隻 然後其他都是 很小的小朋友 所以 也不會給太多 也是會發霉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也是 算是屬於比較 濕潤的 地方 現在沒有 給他們準備食物 就會放在一個 比較 相對乾燥的地方 食物 葉子 還好 古爾啃食吧 我覺得他們 不太常吃 這個葉子好像 放進去之後 也沒有再 新增過 這是 顏色比較深的 Lava 超瓷 岩漿 那這邊有寫 這邊是乾絲分離 然後上面有一些立體環境 因為他們 比較 喜歡攀爬 然後再 這樣子 如果說整個 區域有點過濕的話 他們還有一個 躲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沒有弄乾絲分離 然後又 弄得很濕 但是如果 稍微有一些 比較高的地方 讓他們攀爬的話 他們 比較不會被這個 太濕的環境 而 弄到受不了 這樣子 然後要稍微通風一點 所以我這邊 用的 用的 材質 就不是用那個 透氣膠帶 我是直接用 比較薄的 不織布 類似手術貓的那種 不織布 非常薄 來通風用 那這就是 超瓷 屬付 好 接下來仍然是 超瓷屬付 那這一盒都是白色的 那 這個 10月7號的時候 我買回來 14號的時候 就 發現第一批小朋友 那其實 這一盒屬付 我買進來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 芽層體 那芽層體 就已經 可以抱軟 然後 帶著 小寶寶來我家 所以其實他們 在 啞層的時候 應該就有繁殖能力 好 那 我們一樣 因為 這裡面 應該也是只有 5隻還是 6隻左右 非常少 那你看我幫他 佈置了一些 就是 高低可以攀爬的 東西 那也是 有做 單屍分離 好 我看一下 他們躲在哪裡 這個是 小朋友 躲起來了 這邊還有一隻 這裡 有一隻 小朋友 他們都在 比較 濕的地方 這邊有好比這個 稍微長大 這邊 這裡是沒有看到 大隻的 有可能也會躲在 那個 鵝魚骨下面 也不一定 這邊有一隻 大隻的 白色的超池 我覺得白色超池 非常的漂亮 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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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面都是白色的 所以就 一個一個翻出來 給大家看 然後 池數也不多 這邊也有一隻 欸 跑出來一隻 有看到三隻了 這個 層體比較多 大概六隻左右吧 可以讓你飼料 一樣有做乾絲分離 那他們對那個 蓋子的補充也是 蠻高的 他們會去啃這個 墨魚骨 好 乾絲分離 乾的地方 就真的 比較不會看到 小隻的在這裡 榴槤 這邊是大隻的 這個就是 白色的超池屬服 然後在 10月14號的時候 有小朋友 那他們的小朋友 看起來都已經 稍微有長大一些 明顯的長大 他們長的還蠻快的 超池屬服 白色